你下來好 說就好了 反正我們要拚 被警方壓制在地嫌犯的氣焰全屍 四名嫌犯開著計程車 被警方的車輛肉身攔阻 僵人帶個正著 要斷掉了啦 才有斷子寶 直到警方在後頭追 他們沿途丟棄毒品 8號下午4點多 發生警匪追逐案 車子當時被開進 台南七谷區的海邊 原來他們涉嫌 路人 截車 一路橫衝直撞 被警方追捕30公里 跑了一個小時 終於被抓 地上擺著槍枝 車裡頭還被搜出子彈跟毒品 原來四名嫌犯和一名計程車司機 有數萬元的金錢糾紛 雙方相約談判 他們卻持槍 挾持司機 被害人說要吊錢 卻是用賴 逃到救兵 趕緊跳車 嫌犯們當場開了一槍 隨後開車逃逸 那個根據犯嫌的說法是 他們要坐這台計程車 因為計程車司機不願載他們 他們就把他瑕疵走 被警方逮捕都還不說實話 四名嫌犯最終被警方依照槍炮毒品 妨礙自由罪嫌移送整辦 記者賴萬張 許志明 王英竹 台南採訪報導